乱花男人钱的女人不一定是好女人 今天我要讲这么一件事 那么就是肯为女人花钱的男人 如果是好男人 那么乱花男人钱的女人不一定是好女人 因为真爱还要靠男人的个人魅力 而婚姻爱情不是肯花钱就能买来的 男人的钱好花 舍得给女人花钱的男人也许还另有目的 但是明知道另有目的 却乱花男人钱就不是什么好女人了 当男人愿意在你身上花费时 说明在意你 钱是很多人都经受过的 但是一个男人愿意为你花钱 说明这个男人把你放在心里很重要的地位 不然呢 人家凭什么要为你消费呢 女人也一样 对于自己喜欢的男人也是舍得花钱 只是博得对方好感 让对方从心里感激自己 记住自己 并把这种买来的好 吹进彼此更深的关系 肯花钱的男人只是在做婚前准备 男人肯为女人花钱 除了家庭背景富裕的外 大都是平民的小康家庭 二十出头的年纪谈恋爱 就算能为女人花钱 能花多少呢 所以敢在女人身上花钱的 都是一种投资手段 意思是我没多少钱 但是我跟你谈恋爱 敢在你身上花钱 是因为我想投资你 想把你追到手 就像钓鱼要投资 买鱼饵和鱼竿一样 这些我都准备好了 等把鱼竿散来的时候 我还钓什么鱼呀 直接把鱼带回家 想着怎么吃鱼就好了 除非鱼跑掉了 我再继续投资钓鱼 是这种目的 所以等鱼儿上钩了以后 他们就没有那么大方慷慨了 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有的甚至还AA呢 乱花男人钱的女人 都是在消费自己的青春 这个世界什么都是明码标价 你买衣服要 你吃饭要 甚至你上个厕所也要交钱 女人也一样 有些漂亮的女人 就是在消费青春 让男人帮其买单 而男人愿意在女人身上花钱 就是一种买卖消费的手段 这种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玩玩 谁会真的娶回家 你要娶回家也可以 除非你要接受婚后出轨 戴绿帽子等等后果 毕竟敢于消费自己青春的女人 都是胃口比较大的 当你无法满足她的种种要求后 她又不甘心 臣服于你一个男人 出轨就自然而然 感谢观看